观众朋友们好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点时间 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 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 欢迎点击留言区的链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人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 为了不让谎言穿帮 就需要控制言论 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希望之声自主研发 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 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是唯一一家结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 用低廉的成本成功的在所有的短波频率 进行7天24小时广播的民间的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 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 就是为了给中国送入持续的不间断的真实的资讯 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 您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 巨沙成塔 众志成城 撕开空中的铁幕 启发中国的明智 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 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干净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馨 我们今天来聊一单日本和美国企业的生意 周一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了 日本新日铁公司以14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钢铁公司 这对于日美钢铁业界来说绝对是一个大型的重组 这个交易不仅是一个全现金交易 还是一个高价收购 收购的价格比美国钢铁15号的收盘价格大约高出了四成 所以在业界看来这绝对是一个高价收购的交易 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 那收购消息发出之后美国钢铁的股价是大涨了26% 但是新日铁的股价是下跌了 过去这几年大家可能听说过很多关于高科技行业 甚至银行业的合并收购 很少听到来自这种传统行业的合并收购 那美国钢铁呢也是很有历史的 美国钢铁公司是成立于1901年已经有122年的历史了 在2023年财富美国500强中排名是排第186位 是由钢铁制成匹兹堡的几家巨头合并而成的 那世界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 华尔街传奇人物JP摩根都参与了当时的交易 该公司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同时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不过从1980年代开始的过去几十年里 随着工业时代的衰落 制造业的外迁 高科技行业的崛起 市场早已经不再讨论如何投资钢铁股了 或者可以说人们长期以来都在回避钢铁股 那现在出现这笔教育对市场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战略信号 因为两大巨头合并之后 新的钢铁巨瓦可以排到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中国的保五集团 那成功收购美国钢铁的新日铁是什么来路呢 新日铁是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 也是世界大型钢铁公司之一 前身是于1897年就建成的官营八番制铁所 所以这间公司的岁数是比美国钢铁还要年长一些 原本是有两家企业都想收购这件美国钢铁的 另一间败下阵来的公司叫做克里夫兰 克里夫斯公司 克里夫兰也是北美地区最大的铁矿式公司 不过虽然新日铁历史悠久 但在美国市场上 新日铁的规模是远小于重量级的克里夫兰公司 从生意的角度来看 这笔收购价格真的是很高 《华尔街日报》引述FactSize的数据显示 141亿美元的收购价 相当于美国钢铁公司截至9月份的12个月盈利的12倍左右 那许多美国其他的行业竞争对手的价格 其实是要便宜很多的 同样是根据FactSize的数据 纽克公司的交易价格约为9倍 而钢铁东力公司的交易价格也是大约9倍 显然美国钢铁是比美国其他钢铁公司要贵了很多 那新日铁如此大手笔的收购很明显 这是在读美国制造业的复兴会取得成功 钢铁需求会出现结构性的增长 所以压住了美国市场上的行业老大 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美国的钢铁需求 将从美国工业政策法案中获得一些持久的支持 比如2003年以来 美国制造业建设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 就是来自于这个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那这个法案将风车等钢铁密集型清洁能源的应用的 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补贴 这相当于是给钢铁行业带来一笔巨大的需求 数据供应商CEIC的数据显示 未完成的钢铁订单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此外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解决之后 美国钢铁的价格还有所回升 那强强联合还有市场前景 还有市场利好的消息 怎么看都是门好生意 不过巨无霸的诞生会让上下游市场 还有监管机构开始担忧了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指出 美国国内前两大钵板钢生产商合并的前景 已经引起了一些美国钢铁消费者的不安 尤其是因为美国的钢材价格已经高于国外了 此外美国国会两党的个别议员也反对这一交易 除此之外随着美国大选即将到来 美国的这个铁锈带就是美国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组成的老工业地带 就是美国制造业的这个状况 也是总统大选中的焦点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站在美国本土市场的角度来看的 那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美国市场拿出来想一想 刚才我们说日本是高价还是现金收购了美国钢铁 大家知道现在日元价格这么低 汇率特别不合适 加上收购的这个溢价也非常高 美国钢铁比其他钢铁公司还贵 怎么看对日本来说它并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 对于日本来说不划算 对于美国本土来说还有反对的声音 但是呢无论新日铁还是美国钢铁 那都是很爽快的就达成了协议 为什么呢 我们先从经济方面来说 美国的钢铁企业需要资本的支持 尤其是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 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传统行业出现的这个资金压力 那同时呢 日本它是希望资本回归到美国来投资 那么这对双方来说就是一种双赢的考虑 政经不分家啊 我们再把这笔生意放在今天的地缘政治下面来看一下 日本和美国的钢铁巨头联合 战略意义远高于它的经济利益 日本需要一个全球范围里面 尤其是在盟国市场里面 找一个稳定的高质量的钢铁市场的增长点 这是它的战略考量 钢铁行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尤其是对于军工来说 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行业 日本是不缺少高精端的产品 但是在和中共的竞争方面 产量方面 日本是远比不过中国的 美国也比不过中国 但是如果美日联合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里面战略的考量更大一些 那一位曾经在中国大陆经商三十多年的朋友告诉我 他认为这笔交易 其实是反映了大国博弈的一种底线思维 我们在过往的节目中经常提到 中共当局要打造钢铁行业的五大巨头 其实已经形成垄断 现在世界的前三名 甚至是前五名的钢铁企业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外界看到了中共的野心 那对于中共也好 日本也好 在发展和做大这种基础行业的背后 其实都是一种底线思维 如果台海出现了冲突 真的打起来了 或者说朝鲜那边打起来了 这都会波及到中共和日本 那日本现在和美国联合了 那日本之后就是有美国的支持了 相信日本有这方面的政治考量 尤其是现在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时刻 那这位朋友说 九十年代的时候 他也和日本人打过交道 因为日本钢铁业的崛起 比中国要早很多 二战之后 美国一直在帮日本发展它的经济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就是年代初经济腾飞的时期 当时日本的钢铁在世界 也是属于老一老二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时候钢铁也就是美日之争 那他们现在和中共做的事 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到海外去掌控资源 到处投资矿山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市场上 很罕见的一笔钢铁交易里面 是看到了大国博弈的思路 那钢铁的事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电动车市场上 我们来看看电动车的情况 中国这几年一直是大力发展电动车行业 中国所说的新能源汽车 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这个电动车 那今年十一月份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是达到了140万台 其中有102.6万台都是来自于中国市场 占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二的份额 那中共也一直是拿这个数字 来标榜自己沾沾自席 但是日本也是老牌的汽车强国 丰田是连续三年产领全球汽车销量冠军 但是日本一直认为 电动车是一个非常低端的产品 根本就不是新能源汽车 这就跟中共唱了反调 前两天丰田的老板丰田张南 他就炮轰了电动车 他说这个电动车是一个很低级的东西 并且这个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比清洁能源车要更大 所以要抵制到底 并且电动车是一种早已存在的技术 并不是一种新兴的技术 那电动车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这位造车巨头怎么说 丰田张南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是说他说 人们终于开始看清现实 他说汽车行业正在逐渐认识到 电动汽车不算新能源 因为不少国家的电能 是来自于化石能源的燃烧 如果全球所有的汽车都换成电动汽车 那么所需的电能将是目前的两倍 那给电网带来的巨大压力 同时也会造成更多的碳排放 同时电动车在生产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 从铝宽开材到废旧电池处理 都可能造成环境的破坏 这么看来 现在中共搞的这种新能源 所谓新能源汽车是不是挺偷换概念的呢 丰田张南继续说 他说电动车的销量之所以能够增长 是离不开各地政府的一种政策支持 例如中国美国欧盟 其实他这些主要的汽车市场 都在推动了针对电动汽车的扶持政策 但是政府不代表市场的想法 目前在美国市场 电动汽车销售势头开始回落 越来越多的买家倾向于购买混合动力汽车 特斯拉福特等汽车制造商们近几个月 就已经对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 突然放缓发出了警告 此外还有最新的迹象表明 汽车公司正在放弃电动汽车业务计划 例如TOM汽车 他就在近期将自己设定在2024年中 生产40万辆电动汽车这个目标放弃了 理由是电动汽车市场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通用汽车还表示正推迟在密歇根州 开设一家电动皮卡工厂的时间 那与此同时呢 混合动力车的销售在美国是大幅增长 超过了美国汽车市场总体的增速 那这种增长势头也促使福特日产汽车 这些汽车制造商将更多的资源 用于推广其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今天就是用两个行业的话题 顺带的讲了一下大国博弈的问题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